今天是2024年10月10日星期四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说一下 英国工党政府的高官 计划排队访问中国 背后有些什么值得大家去思考呢 今天会和大家说一下 最近英国的执政工党 终于重新为英国外交注入了常理 路透社引述四个消息人士说 英国外相林德伟下星期会访问中国 行情未确定 但应该会会见中国官员 和英国企业代表 最重要的是 消息说访华的目的是改变中英关系 今次有意糾正前朝保守党政府犯的错误 同时明确指出双方有分歧的领域 直到拍摄的时间到这一刻 这个消息是还未得到中英双方证实的 消息还说 英国财商李允程都会考虑近期访华 目的就是要重启本来应该每年都举行的 两国贸易和投资谈判活动 英媒都已经有报道 说李允程可能会在明年 即是2025年的年初就会访华 希望就是重启 由2019年就中断了的中英经济财金对话 想起英国保守党的时代 时任首相卡梅伦 在2010年至2016年的主政 当时就开创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但短短几年间 保守党就180度大反转了 他的继任人包括文翠山、约翰逊、卓慧斯、 申伟成逐渐扭转破坏中英关系了 其实都挺悲哀的 特别是约翰逊,他曾经自己说是强烈亲华 但就带着保守党突然之间极度反华 插手香港2019年的黑暴 恶意推出一些BNO移居计划 去吸香港血 耳仔抵死跟美国的反华政策 还有卓慧斯搞内政一塌糊涂 但就花很多时间去搞反华政策 当自己是反华战略大师 结果他的手上生涯 比生菜短短的条命 成功开启了史上最短命手上的成就 工党放风就说 与中国修补关系 但英国平民百姓就没什么感觉 因为他们只是想见到好结果 最惨情的就是仇宗反共恨港的疑英港人 他们当然很想英国政府帮他们出口气 想英国打残中国 但真是太高估英国的能耐了 更加对国际政治无知 现在终于要认识英国政客的务实 政治ABC就是没有利益的事 不要烦我了 当英国政客不再需要为处理疫情失败 找出气袋 当英国库房已经吸救了BNO香港人的钱 当一路跟着美国反华 只是有看出没有良出 英国转态是必然的事 在这个时间点 工党集合了和中国修补关系的天使、地利和人和 简单来说 英国经济危险 欧洲和中东都打仗 英国人想救国大计快速见效 所以工党就厚实中国资金 亦都希望中国在两场大战滑船 肯定英国执政工党有问过自己 究竟和中国friend有什么坏处 答案近乎是没有 美国会明白你是想拗中国钱 因为就连美国出尽手段搞中国 自己都和中国位置着 千亿美元级别的对华商变贸易 总之有需要的时候 英国跟美国排队就可以了 最大损失可能就是 仇中反共恨港二英港人的选票 说真的只有十几万票 几乎可以不用理 所以看到这里 你就会明白 前几任的英国首相反华反得禁后禽 是个政治脑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国际关系根本就应该是这样玩的 难道英国人人不会为自己 而全程投入为美国吗? 别玩了 英国选民真是会觉得 那帮政客蠢到加零一 英国工党政权的目的很明显 实用主义至上有着数就做 也都觉得中国和欧盟 因为电动车的关税问题 所以闹到炒大锅 英国可以给中国另一条路 总之就是自许有筹码 不受中国不落答 问题是中国对于中英关系 应该抱些什么态度呢? 说真的多个朋友 没坏的 不过英国没可能跟中国做朋友 可能只会是一个短暂的生意合作伙伴 工党首相施己言 民望很低 民调曾经衰过前任无能的首相新卫城 一个随时随地可以被人逼供的首相 中国和他谈有什么好处呢? 谁知你的继任人怎么玩呢? 有保守党180度大转弯 猪肉在前 英国任何执政党派 都没有令中国人信服的可能 更不用说如果工党有什么三长两短 换回保守党去执政 所有东西从头来过 英国重新变成了超级反华 这就真是一个反华无限loop了 情况就好像一家人 哥就得罪了你 跟着弟弟就走来哄你 下一次就轮到表哥这次得罪你了 跟着表弟就跟你和好了 中国没什么兴趣 在这种五时花六时变的国家投资 第二 英国有什么筹码和中国谈呢? 难道用不抹黑中国做筹码? 你真是不要笑死人了 英国作为五眼联盟的成员 五眼对中国采取攻势 英国单眼来说几句好说话 就想拗着手 相信世界真的不是这样运作的 更加重要的就是 英国现在真是什么都没有 N个城市破产 脱欧之后 和大卢美国签的贸易协议 又没什么好事 就算身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同样是没什么牙力 因为在大事上 英国只是死跟着美国走 和中国没可能有核心重要合作 英国拿着日不落帝国的靓牌 结果越打就越煤 变成了日以落帝国 还要自怼一刀 搞出脱欧的大头发 已经成为了发达经济体内 供应的无前途国家 偏偏英国就将自己调高来卖 觉得自己可以吸引中国 不肯放下身段 想自己借渣的味道 卖出萧娥的价钱 这件事是不会有效的 我们会一路跟进英国这件事 一有新举动就会和大家分享 好了 今集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是重阳节假期 我们市民一年放三日 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好的假期 充足电 下个星期一再见 拜拜